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今晚有一宗非常重要的消息 所以偶爾也要錄這條片 就是英國內政大臣彭代寧 和英國外交大臣南韜文 已經作出了一個非常明確的表態 他們正在研究 要延長BNO持有人 逗留英國的時限 以及對BNO持有人 再作出若干的優惠 講這談話之前 要先講英美澳加四國聯署信 他們一起斥責中方 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到底這封信是說什麼呢? 第一點就是斥責北京當局 直接將國家安全法強加於香港 而不是通過《基本法》23條的規定 由香港自行立法來實施 這樣就會削弱香港人民的自由和香港的自治權 第二 就是中國決定對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 這個行為 就和中英聯合聲明的原則是有直接衝突的 《國安法》將會破壞一國兩制的框架 也增加了在香港因為干犯政治罪行而被起訴的可能性 並且破壞了保護香港人民權利的現有承諾 第三點 這四個國家說非常擔心這個行動 將會加劇香港社會現有的深層次矛盾 《國安法》無助於在香港內部建立相互了解和促進和解 《准許香港人民享受他們所應許的權利和自由》 《在香港社會重建信任》 《擺脫過去一年以來香港緊張局勢和動亂的唯一途徑》 大家聽得很清楚 他仍然就著《中英聯合聲明》緊咬不放 其實就是和美國在昨天 他們要求在聯合國安理會當中 討論《中英聯合聲明》是互相呼應的 《中英聯合聲明》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個條約 而且在聯合國當中是有紀錄的 是納入了聯合國的文件當中 所以為什麼《中英聯合聲明》這麼厲害 英國作為其中一方的太弱國 他已經履行了《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 就是將香港的主權移交到中國的手上 但他仍然是需要肩負起對香港人民的道義責任 是不能夠放任不管的 在這個時刻他終於被迫硬起來 為什麼呢? 很明顯是受到美國的施壓 在昨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親自打電話給英國外相藍韜文 他們兩個人之間到底談些什麼 完全是沒有公佈過的 不過在今天 藍韜文就有所反應了 終於肯對於BNO作出一些放寬 很明顯就是這一通的電話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否則的話 藍韜文說了什麼說法呢? 就著BNO的問題 第一 藍韜文說要跟中國說 除非中國肯去終止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否則 英國將會給予三十多萬名BNO持有人更多的簽證權利 現時BNO持有人無需簽證 可以入境英國六個月 而這個逗留時間將會增加到十二個月 第二 藍韜文說會取消這六個月的限制 並且准許BNO護照的持有人 去到英國申請就業或學習十二個月 在限期戒滿之後 就可以再提出延期的申請 為著未來獲得英國公民的身份來鋪路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英國目前的舉措 雖然遠遠未能夠滿足得到香港人的訴求 但他起碼是在邁向一個好的進程 他是在走向一個好的方向 不過很多網民非常不滿 英國應該要對香港人負上的道義責任才是 說什麼延長逗留期限 由六個月到十二個月有用嗎 一般香港人一般BNO持有人 他們的心態是怎樣 就是要你平權 平權的意思不是叫你延長逗留期限這麼簡單 而是直接把這個居英權 頒發給所有BNO持有人 使得BNO的地位等同於B.C 如果你只是延長逗留期限 豈不是愚蠢 你六個月到英國找工作或讀書 和十二個月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是相差無幾 當然現在在英國來說 如果是用T.A.2工作簽證 就非常難去取得 到底這方面會否放寬呢 目前根據已知的資料看不到 當然英國內政大臣彭代玲 在Twitter也有說到 他深切關注中國提出國安法立法的建議 他就說將會探討BNO護照持有人 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 英國會繼續捍衛香港人民的權利和自由 起碼他就作出了一個表態 但這些表態其實都相當廉價 你說繼續捍衛 你在英國怎樣捍衛 當然就是要增加BNO持有人的權利才行 你現在就說繼續探討 那我不知道他的時間有多久 如果不是你說研究一個月也行 一年也行 無了期也行 那你只會令到香港的BNO持有人失望 還有我認為英國目前的舉措 只不過是一個權宜之計 他就是要敷衍蓬佩奧的電話 他就是要隨便做些東西出來 滿足得到蓬佩奧的要求 我相信是這樣 否則他就不會堅強堆砌這些東西出來的 當然現在英國方面說 是可以續期的 你找到一個單位去工作或者讀書 你符合某些條件就可以轉成英籍了 其實就是利用這個程序 來作出一個審查和篩選 我又覺得如果英國要做這個程序的話 是無可口非的 其實英國從頭到尾 他都不想接收這三十多萬的BNO持有人 何況你現在說三十多萬是有效的BNO 中生有效的BNO是 如果真的走去全部人陷入世界續期的話 是去到七位數字的 BNO持有人 對於英國來說 可能他事作一個非常龐大的負擔 其實從頭到尾 英國都是事作一個非常大的負擔 他才不直接頒發這個BC 他才做一個BNO給你享受 好了 現在他基本上就是要利用這個 你去到英國的時候 你要找一個單位工作或者讀書 就是從這件事作出一個篩選 如果你去到英國也沒有本事 他就不歡迎你 你回去香港的集中營 但是這個似乎是和原意違反了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求你平權 就是因為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 不再像以往那麼自由 那麼民主 那麼保障人權的城市 那才要離開 如果你說符合某些條件 才會頒發居應權給你 符合不到就趴你扯的 你這個就不是人道救援計劃 你只不過是篩選一些優質的香港人 過去幫你貢獻這個國家 貢獻英國 那似乎英國的看法 就和香港那班BNO持有人的想法 是有一個非常之大程度的落差在 接著又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紐約時報的報導 就說美國政府打算取消和中國軍方有關的中國留學生簽證 估計有三千多人受到影響 那目前有多少中國留學生是在美國那時候讀書的呢? 有大約三十六萬 那你三千由時候的影響是不足百分之一 但是也是一個相當大的數字 因為你這次只取消百分之一 下次你又不知找什麼機制去取消其他留學生的簽證 雖然目前並未清楚 究竟哪些中國大專院校有直接關係的留學生的簽證 是會受到取消 而且美國官員也沒有提供相關的名單 但是消息人士指出 這些大專院校多數都是跟軍方背景 或者是國防研究學院有關的 美國政府認為 在決定哪些學生能夠前往美國留學的過程當中 中國政府是扮演了一定程度的角色 並且會以代付學費作為條件 要求這些留學生為中國政府搜集情報 而這個反制措施早在港版國安法出台之前 已經是納入了美國政府的議程當中 反映了什麼呢? 就是反映美國對於中國的態度越來越強硬 這只不過是時間上哪個巧合 剛好在港版國安法通過同一天 就出現了這個消息 其實人家一早就已經決定好了 美國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因為曾經出現一個叫做千人計劃的東西 就是給錢的教授 來把情報交回大陸 其實說到尾 一個真正愛國的中國人 怎麼會擅長水願去美國讀書呢? 平時說到中國的教育制度那麼優秀 中國又有那麼多所大專院校 為什麼不去北大不去清華讀 要走去美國讀呢? 豈不是說一套做一套 純粹就是口頭愛國 所以美國不僅是對於這三千人 要採取措施 尤其是對於特區政府的廢官、容官和警察的子女 哪一個去美國讀書的 麻煩你找他出來 攀他扯就最適合了 你就叫他回香港讀 做官的人 整天吹捧到香港的教育制度 如何優秀、如何厲害 又說要在香港搞洗腦教育 又說要搞國安教育、國民教育、歷史教育 什麼教育、物教育 總之說什麼都可以 不要緊 你那些子女全部回來香港受 不要自己在香港搞一套 然後自己的子女就去外國接受另一套教育 這些完全是卑鄙行為 既然你有份制定香港的教育政策 你的子女也要留在香港那處就讀 否則純粹就是去害別人的子女 自己的子女就可以遠走高飛 就可以一走了之 這些叫公平? 這些叫什麼英雄好漢? 這些叫狗熊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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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